封杀华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效应出现 我们看华威就推出了鸿蒙2.0的手机系统 他们主打的是万物皆可怜 据说是把相关的设备放在一块稍微碰撞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完成所有的连接功能 其实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了 但是我想如果在收看我们的朋友网友 你是收看YouTube的话 如果你有使用过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大家好不好用 因为他说这个是解决长期以来 苹果跟Android兼容性的难题 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亮点 但我想请到国委员 因为华为在中美对话之下是一个指标 美方封组了包括技术 零组件 晶片 华为就自己研发他的作业系统 这叫做绝处逢生吗 因为其实就事在于来讲 还有很大的路要走 我觉得指标应该是中国国内的手机 有没有表态挺他 这是重点 这个目前显然就是没有 对 那华为当然他认为他的亮点是物联网 就是他可能各种装载之间都可以互联上这个系统 不过最终还是坦白说 就是APP的那个应用的功能 愿意上来设计各种APP的人多到什么程度 是 因为坦白说那个Android跟那个苹果的OS iOS 大概占市占率大概是98%以上 这边有给大家看 这个是iOS26.74 Android72.72 所以全部加起来之后 其他的只有0.81 对嘛 你可以说他可以开创的未来性很大 理论上是 可是你要知道过去曾经有人try过 包括微软 包括三星都没有成功 那微软跟三星难道他们结合不了 众多APP的设计者吗 我不是说华为做不到 华为在中国市场也许可以做到一定程度 他希望他的市占率的目标是16% 这个眼光真的看得很远 我觉得他在 就是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讲是第一个考验 他要先通过这一关 然后接下来也许是从 还是过去的那个乡村包围城市吧 比如从非洲开始 看他能够占领多少市场 对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中国的手机业者 要不要挺华为这件事情 因为华为自己认为 他们在年底之前至少会有 三亿台的设备搭载鸿的系统 但你刚提到了大陆的手机 就给大家看一下 智商图导播就可以帮我进个全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包括了小米OPPO跟Vivo 都没有现在表态 要直接停 包括他们之前 华为出售的手机品牌荣耀 CEO是讲说 现在Android还是首选 但未来不排除使用鸿蒙了 有一个分析师讲的算蛮中立客观 他说因为华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 有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面临在美国制裁的情况之下 很多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 我买了之后 我能够 到底能够有多方方面面的 一个使用的范围 信心比较不足 这也是让很多手机业者 没有去搭载的系统最重要 就是有变数 就是有变数 你觉得这叫做在商延商还是 比如说他上去 大概这两年吧 他被拒绝用Google之后 就Android了 欧洲立即市占率就立刻下岁 你跟消费官来讲就不满面 东南亚就比较慢 慢慢下岁 东南亚还是有人愿意 因为他可能要用微信 而且有很多华人等等 可是欧洲就非常明显 就急剧下岁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通英文的一些国家 他用鸿蒙的可能性都不高 因为这就是用户的实用习惯性 0.18% 你可以说有很大的蓝海可以创造 但你也可以说是机会渺茫 就看你这么解读 华为说要市占率16% 这距离是非常大 但你看抖音 一样可以在很多西方世界 创造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倩妮你怎么看 这一个难度的挑战 你们出了这个题目 我就想到如果我还在线上 就我以前的工作 还在做投资的话 我会不会去投资鸿蒙 我的想法是会 我先跟各位说为什么 我去研究了一下 这一次鸿蒙其实在 两年前的节目 我们就讲过了 2019年8月10号我查了一下 哇我们的节目你查得这么清楚 不是那一天他 他不晓得就在前后哪一天 他那天宣布了鸿蒙的2.0 是家用系统 对他用了55inch的4K的大电视 说我这次家用2.0版 好我们那时就讨论过了 那现在又过了这么久了 过了两年 这次的鸿蒙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系统 它不是只是一个 operating的晶片等等 因为它叫做1加8加1 就是你刚才说王长路说 至少要有16%才能活嘛 可是他这次做的是 一个核心系统 8个瓶 4个大瓶 4个小瓶 加上N 所以1加8加N N就是其他的硬体的开发伙伴 那要达到这个19% 怎么达到呢 一个公司它就会有一个 它的road map 今天我们不是在帮他们做广告 但我们想想看 它的road map有没有合理性 第一个 大家说你又做系统 你又做终端的手机 这些东西 你跟我竞争 我不要用你的 对吧 好他就把他的核心码呢 全部就开放了 捐给了工信部底下的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OpenItem 所以说他把他的核心的部分说 你只要愿意来开发 我的核心码你就拿走 我把我变成一个 真正的开放系统 有点像Android那个时候 跟iOS跟苹果 之所以能够后期还能够急追 就是因为他开放了他的系统 所以第一个他做了这个事 第二个呢 他做了很多的智慧整合 刚才说的1加8 就是四大瓶四小瓶 那小瓶还包含了 你将来的AR的眼镜 什么穿戴系统 这些 他把他整合好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在整合 鸿蒙系统 他在整合的这个鸿蒙系统呢 会跟Android跟iOS 全部都整合好 所以他不是要去替代 这两个既有的 大的install base 还是兼容 他是去帮助他们 整个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今天 你有一只手机以后 你可以控制你身边的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devices 所有的这些装置 所以他的整合的智慧 整合的部分呢 是他去为大家解决问题 跟他在那个5G的基地台 帮那些旧的系统 解决问题是很接近的 第三个我们看他 怎么样可以达到16% 他现在有的install 就智慧型手机 大概是35亿 那个华为现在有的install base 是7亿 这个7亿里头 如果他90% 是可以直接升级的话 就是6亿3000只 现有的 现有的 所以第三个他要做的 就是他去升级 他现有的平台 活化他既有的载具 他活化的帮 甚至到了 他可以帮你去换电池 因为他让他整个的 后台的运作系统的时间 可以更长 所以就是说 你的旧系统 马上就可以救机换新机 而且你不用花钱 最后呢 就是海内外的硬体伙伴 当他是一个开放系统的时候 他预期刚刚您说的 3亿里面 有1亿是来自于 其他的硬体伙伴 那这些硬体伙伴 会不会是像你的 这些分析师讲的 譬如说 比较落后的市场 或者是比较新兴的进入者 那当然是有可能的 有的量就在回来 从外面 所以把它加起来的话 他跟以前 Samsung做Tizen 有什么不同呢 Samsung没有一个 够大的内部市场 他没有7亿的 现有的install base 所以他在 中国大陆的 这个大市场里面 可以主导的情况下 他就应该可以过 至少10%的install base 那一个 他说的是16%才是生死线 那我以前是看说 只要一个东西 超过了8% 他大概就不会死 在苹果最惨最惨的时候 也有8%非常热爱他的人 然后最后他就自己又 浴火重生了 所以他过这个8%的生死线 我觉得很容易 能不能过16的这个线呢 就需要努力了 根据倩姐这个国际投资天使人的 这个背景 你要投给他几% 如果他跟你邀 我觉得他成功的机会是不小的 不小的 而且他我觉得在做Harmony的时候呢 他一个是帮你整合你所有的智慧 他就搭了一个新的车 这就是第四阶段的工业革命 把数位的世界跟物理的世界 结合在一起 用智能的方式结合 所以每个人身上身边 有太多的东西你都需要 你如果有一个一机 当作你所有的遥控器 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的话 那是他一个新的利机 最后就是看他的科技研发 能不能够真正deliver 能够达到他说的 我可以整合一切 刚才你也提到一点 跟过于人比较不一样一样部分 就是因为华为 他有6亿的base在那边 加上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6亿的base也不一定使用鸿蒙 也有些人是用安卓 他接下来如果协助他去 他的7亿的insobase都可以直接升级 90%可以升级 可是你也不能假定 他们不会改用安卓 对啦 这个前提是这样子没错 我们来看为什么今天聊到这个 并不是说帮华为一个单一品牌 做一个解说 因为在中美之下 它就是一个指标 那另外一个指标是小米 小米现在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变成 包括华为或其他被列为在实体清单上面的 这些中国大陆的企业做一些参考 因为小米之前被川普那个时代的时候 就被列在清单上面了 禁止投资 那现在透过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地院 一审的判决 把它移出了军事的实体清单 因为在美方本来认定 它就是中国大陆的军方相关联系公司 所以禁止投资 但法院的判决就是没有 小米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相关联系 所以请教教大师 你认为这个判决的影响成为多大 这个当然影响很大 美国这个判决也是深谋远虑 有很高的策略的这个后面的计算 这判决是一个策略的计算 我从来不想像美国的这些 我从来不想像美国这些判决 是没有政治影响离在后面 第一个 这个小米你给它讲成军工企业 就太牵强了 有点太扯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小米现在它只是组装 它事实上的话 它也没有像华为一样要搞这个鸿蒙 对不对 它也没有叫进军软体 去跟你的美国的这个大企业 这样做挑战 而且小米是今天用Android 它要付Android这个权利金 对不对 你现在小米是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 它全世界是第三大 我要你把它 我今天把你整了 对不对 那我本来华为也是有一个大 我替我美国很多厂商在赚钱的 我现在把你小米也宰了 那我美国人赚什么钱 而且Android的话 小米今天 今天在刚刚这个郭伟先生讲 在中国大陆小美 并没有要用鸿蒙 小米还是用Android 它这个权利金还是付给美国 另外小米它有能力去搞这个大陆本来 这个华为讲的这个麒麟晶片吗 本来CPU都要换的 所以我看大陆网友在谈小米这个 讲得也蛮直接的就变成说什么呢 就说为什么放过小米一码 就是小米没有核心技术 而且小米对于 它对于美国这个整个相关产业 没有核心技术还帮你Android赚钱 可是它今天让你小米继续上 继续好你拿全世界16%的手机市场 可是这16%中间我美国还是赚了 我今天把你小米也打垮了以后 下一个就是三星了 所以美国也不会让你三星在那边独大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抓住你小米 大陆还有另外OPPO跟这个Vivo 它都让你在 起码刚刚讲中国大陆那七一市场好了 这样你就看着 你不要跟着华为跑 我随时可以自己 你不要去用鸿蒙 你更不要想去用什么麒麟晶片 通通不要想 所以这个美国其实是 他这个对小米的这个掺权 我觉得是深谋厉害 是非常符合我们国际的 由这个判决来牵制马威的火 那当然 间接来讲 那当然 从张艺小哥来看 当然